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大部分女人在恋爱关系里都比较害羞不太主动,即使她很喜欢这个男人,有时候很想念她,她也不会对男人说我爱你,我想你,女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不表达出来很简单,可想要隐藏肢体语言却并没那么容易。 都说爱情中的女人比较傻,一旦被对方吸引了就把持不住,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,他们每次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小落乱撞,眼神离不开对方,总觉得看不够,在他们眼里自己喜欢的男人都是优点没有缺点,他们很崇拜喜欢的男人。 当心动的感觉袭来时,女人是不能自己的,这时候说明女人已经坠入情网,对一个男人有好感,女人就会有这些肢体语言,男人别傻傻地看不懂,不要白白地错过一个爱你的人。 婷婷是一家报社的编辑美丽文静,总是帮助同事完成稿子,笑对。 可善良单纯的婷婷今年24岁了,还没有谈过恋爱,家里人都很着急,经常安排婷婷去相亲,好几次都没有成功,婷婷也就不去了。 她相信,只是缘分没有到而已。婷婷在参加好友的一次婚礼上认识了陈浩,由于聊得很愉快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 陈浩比婷婷大两岁,风趣幽默,想法新奇,让婷婷好感增加。 婷婷回家后,心里总想着和陈浩聊天的场景,而婷婷的温柔大方也给陈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陈浩主动联系婷婷,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,两人一来欲往,彼此更加深入了解,原来互相都有好感。 接触一段时间后,两人开始谈恋爱。 热恋期的婷婷每天都在向男朋友陈浩,有空就给她发消息,下班后就和陈浩粘在一起。 两人去逛街,婷婷想牵陈浩的手,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 婷婷只好身体向陈浩倾斜,挽着陈浩的手臂,依微在她的肩膝。 每次出门婷婷都打扮得很漂亮,希望在男朋友陈浩面前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。 当陈浩来接婷婷时,婷婷都会撩一下头发,因为她想让陈浩注意自己,目光都停留在自己身上。 陈浩看见了都怕婷婷很漂亮,婷婷每次听到陈浩的赞美,心里开心极了。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,就算嘴上不说,身体也会用不同的语言来暗示对方。 男人赶快了解这些语言,就能分清女人是否在想念你。 身体会微微向你倾斜,当女人被你吸引时,她虽然不会直接告诉你,但是会一直找理由跟你待在一起。 而且,在和你独处的时候,身体总是会微微向你倾斜。 这表示她对你特别的关注,她想要靠近你。 这是女人潜意识力给男人的信号,尤其是处于热恋期的女人。 她心里想自己喜欢的男人,身体也会不自觉地想,这也是正常的现象。 女人很简单,喜欢你,就会无时无刻想你,给你打电话发短信,想约你见面,她想和你单独相处。 这些都是女人想更加深入了解你的表现。 有时候女人微微向你倾斜,说明此刻的她非常想念你。 独处时,会经常聊头发。 每个女人都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,不仅是想让自己开心,也是想取悦男人。 她们知道男人都是视觉动物,看见美丽的女人,总想多看几眼。 女人希望自己的男人不仅心里是她,而且眼里也要是她,目光可以一直停留在她身上。 如果女人打扮得漂亮,男人不看她,女人会很有挫霸感,觉得自己没有魅力, 因此女人在和男人独处的时候,会经常聊头发,想要男人注意到自己,看看打扮漂亮的自己。 痴痴望着你笑,有的男人说女人太冷漠了,追了很久都不答应。 那是因为女人没有对你动心,你不是她心里的那个人。 女人往往喜欢让自己很崇拜的男人,你可以不优秀,但你身上一定有她欣赏的地方。 她喜欢望着你笑,痴痴地看着你,默默崇拜你。 女人一般不会亲爱上一个男人,但一旦确定这个男人是她想要的,再强势的女人,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,都变得很乖巧。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有点傻,经常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男人,那是因为女人很开心你在她身边。 她在为自己选对了男人而高兴。 女人嘴上会撒谎,可身体是很诚实的。 女人如果对男人有这些身体语言,说明女人心里在想男人,男人赶快认清楚吧,不要错过了爱你的女人。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